市的主播可以看见代行卫生纸团被扔在地上 博佑路上也能看到些许血迹 原来这里发生一起追砍案 28号深夜11点多 新北百桥兵营馆停车场 新月三间出口处发生一起追砍案 据了解葬营馆人员把车停在出口 再下车缴费 后方计程车被挡住无法离场 便按喇叭提醒 没想到对方心声不满 尽找来五人持刀蟹攻击 卡到的肚子 你怎么吓不吓啊 不要 这警察有发现 要给他车来 目前差不多到处了 有太迪力了 就温车到温孙了 警方获报立即启动快打部队 到场时发现双方已经跑到其他地方 后来接获 新海路与域名路口有伤者 赶快驾救护车到场 两名伤者手臂及背部都有刀伤 所信他们意识清楚 警方根据监视器锁定犯案车辆 发现嫌犯逃往台北市蒙甲地区 其他共犯及犯案休息 正持续积极追捕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